这台是龙门自动焊接机,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开机操作视频,这个是水箱。 大的两条是激光器的冷水循环,小的这两条是焊接头的冷水循环。 第一步,打开盖子加入适量的纯净水。 然后,把盖子盖好。 这个是水箱水位显示,注水时水位不可低于红色或高于黄色区域。 打开水箱电源开关。 水箱电源开关打开后,检查水箱水管和焊接头水管是否漏水。 红色位急停按钮。 打开钥匙整机通电。 第一个绿色按钮是控制轴的电源开关。 第二个绿色按钮是控制激光光源开关。 第三个按钮是电脑显示屏开关。 依次按顺序打开。